米其林带您一连好几天关心身心障碍者 今天先来谈用餐 对一般人而言出门吃个饭上个馆子 是很方便又稀松平常的事 但是对很多身障者来说 无障碍空间不足 或者明明有却设计不良 会让他们外出用餐成了一种奢侈与障碍 甚至于会阻碍了他们的社交生活 要买份餐点 坐下来吃顿饭 对身上朋友有多难 轮椅相当的重 然后这三个阶梯 除非有四个大汗 不然的话扛不上去 四个大汗 对 这样的轮椅要多少东西 这个轮椅基本上光是空轮椅 大概就要六七十公斤 再加上人的就上百公斤 所以你怎么找人帮忙 我们自己都觉得很重的东西 根本也开不了口说 请别人帮我们拍这个 出入口的台阶看似很近 却成为眼前最遥远的距离 很多餐厅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也因为这个因素 然后让我那个 就是没有办法很频繁的餐厅 那个朋友就是同学的聚会 好不容易进了餐厅 问题还在后头 最旁碰到的就是桌椅的那个 下面有两根脚 这个宽度太窄 然后我们前面 因为那个轮椅前面还有两个轮子 那有时候就卡不进去那个缝里面这样 就变成我们会离那个桌面有一个距离 但要腾出走到空间 是比压缩餐厅座位数 这对业者来说牵动的是收入问题 开销更大的还有无障碍厕所 那像这一间厕所 它的那个门的宽度就够宽 而且最重要的它是一个拉门 一般的厕所很多都是推门 像那种推进去的时候 如果它里面空间不够大的时候 那个轮椅进去之后就关不上了 那餐厅用餐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要控制喝水的数量 不敢喝水不敢喝汤 许多标榜无障碍的设计 就因为差一点点 生障人士想使用也难如登天 如果在忙的在里面的话 它是看不到我的 那如果说像这里 如果有很多人在结帐的时候 基本上那个工作人员看不到我 生障人士想要一个无障碍的用餐环境 却处处碰壁 因为现行法令只有90坪以上的业者 才受法令规范要做无障碍设施 这么大的坪数通常是大餐厅 也就是说街头巷弄的小餐厅 对行动不变者来说 是看得到却吃不到 我们不可能常常进出大餐厅 那我们三餐有的要在外面解决的 小餐店 快餐店或是自助餐店之类的 这是我们平常比较日常生活上 会去吃的东西的地方 都没有改善的时候 那基本上90坪的餐厅 对我们来说一点用途都没有 小餐厅进不去 大餐厅吃不起 让行动不变者用餐好难 但如果愿意多关心生障者的需求 行动不变者的外出用餐 就可以不再困难重重 明星期有多套 Algun社长夜相当 最好的食秀 最后十分是最好的 学校二杀